七茶沙 請惠樓打個十好了 打五打十 好 二號精髓 然後再來六號他發我茶沙 其實正常來說 我會把八號排進我的視野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們為兩郎 然後他在這個位置 可以準確發到我一個 就原地起跳牌的茶沙 我會覺得這樣有點太拙烈 我原本郎坑是想要採 一 五 七 跟十二 本來 本來是這樣採 我有一點想把十拉進來 對 所以就是 一 二 七 十 我聽完前面發言啊 我有點想回頭 反正我聽完痘痘的發言 還有聽完久的發音 有點影響我的站邊了 九怪的點就是 你一開始說一 五 七 十二 然後後來你把十號拉進去 然後可是後來你又講了一次是 一 二 五 七 十二 那因為如果我把二 四 九 十二 都標準好人的話 我五 八 十 十一 一 三 還要開三支 其實我不太想要打太多 萬一我打到好人的話 或許我還有點機會 我想要先驗十一 然後後三 九號他真的是衝到 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子小賴 我覺得他滿像惡靈的 所以投票我有一點點想要歸九 然後女巫去賭六 你怎麼賭定我惡靈啊 你幫我投出去很莫名其妙 女巫先不要賭六 因為我還是覺得六是一個人家 我是平民牌 十一號 最雙 你等一下就會跟三五DK 因為他們會沒有位置打 他們會打你 所以你等一下發夜 你就說那個三五真的很不好 很不好這樣你就好 然後三五你們是好人 就打12 因為其他人你們是沒辦法打 可是我現在有點不懂 就是如果十一島在夜裡 所以這個警匯的頸左頸右 他已經不會告訴我們 十一世好人還壞人了嗎 因為我的點就是 你往這邊發就是十一世茶沙 不是 什麼意思啊 所以就是你要驗十一站 十一死了 那我現在 我又不用告訴你們 十一世好人還壞人 我現在想往哪邊就往哪邊 所以你剛往這邊的時候 我想說 十一世茶沙 十一死在夜裡 然後我就是躺 因為我很好 所以你的這個就是 好 反正他死了 你就是還是往你想要的那邊去 你已經 你的這個往的左右 不是要告訴我們 他是好人還壞人的這件事情 然後八號也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說不定我是菜鳥 說不定大家都知道 沒有 他十一死了 我就不用 我的一員家的頸左頸右 我不用告訴你們 十一世好還是壞人 因為他已經死了 所以他就是好 這樣嗎 這樣嗎 我不知道 所以 然後八號也沒有跟我講這個東西 然後就說大家都好人 黑死病 然後十號就說八號 所以我覺得十號你很好 因為我剛剛就是 完全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我現在 我 我不考慮我會 我考慮考慮 大文夫不站了… 不站回來 站七 因為剛剛前面我真的覺得 有一些 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讓我覺得七很像真語言家 是因為久了一眼 講得很像狼 他打的一些人 保的一些人都很不合理 他保的最不合理的人就是四 他說四頭我 但是四的狼坑有好人面 四的狼坑是 六 九 十 十一 三開置換 全部都是 就是你不認得那邊的人 然後你居然說 所以我就覺得 九那時候剛才已經瘋掉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他九好像狼 而且我覺得 如果七今天是一個狼人的話 他要不會也是把這張六 不用去外之味撈一個酒 莫名其妙的人 對 還是你在想說外之味 可以撈到一個女巫嗎 我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你在歸酒的時候 當然你知道 關於教我的鳴記在心就是 那是六跟七的輪次 不要去從外之味的頭 但是我們有時候 賭博的那個影會上來 就是我說 酒真的滿像狼的 然後七也這樣歸 我就覺得 反正我就這樣 好 我回頭站七邊了 我就覺得酒好像好像 就歸酒出去 但是因為八剛才說女巫就 什麼女巫你站七邊你就賭酒 但七界我講 他覺得酒是惡靈 女巫獨屁酒 所以八號今天整個 他今天這一天 讓我覺得他很乖 我覺得八就是好人 因為他有這麼沒有攻擊性 就是八身為一隻狼 他一定會做滿他的所有工作 那時候景上六七八 這樣順著翻的時候 八如果跟六作為隊友 就是都是狼的話 他肯定在墨罪 就會重起來 然後讓景下的好人 可能會暈啊想說 要不要站六邊什麼的 可是八卻在景上 我只是會直接幫七大號票 所以八做不成狼吧 而且他...對 就像石說 他真的沒有打狼 看他說全世界都是好人 他的發言是在稱讚發言好人 而沒有在說到底誰廢 所以我覺得八反而這樣 很不像一隻狼 但是 十二去打他的八 因為當時的發言很正氣 但是有一個問號的點是 十一就倒在夜裡了 為什麼 就是要去質疑七號 發麥的順序 因為十一打在夜裡的話 那就代表他一定是鐵好 應該沒有別的意外吧 反正 有到沒有別的意外 所以十一一定是好 所以十二花了一些時間 在聊這個麥序的問題會 讓我覺得十二有一點 稍微肥一點 就可能有點 他好兇 他剛好有頭髒髒話 然後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 可是確實這個 這段發言是有點廢的 然後因為我剛剛的視角裡面 十一跟十二會開一隻嘛 那十一現在倒在夜裡 所以十二我覺得就要進坑 對 然後 就是還有一個點就是 為什麼你們會保四呀 因為我覺得 四剛剛有一個很奇怪的點是 好 對 可能我常常就是 跟四在打架 但我想講出我的觀點 就是他說一號不好 但二 三都保 所以一他放了 可是明明語庭就是 所以為什麼會因為二 三的發言 就把一放了 這點是我對四的質疑 然後你說三的發言好 但是狀態不好 可是他就進了你的容錯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乖 那為什麼是 你覺得發言不好的我會出坑 但是發言好的三 進了你的容錯呢 這是我對四的質疑 剛剛還有一個點是 剛剛不是有人說 十一倒牌會不會他們想要土名 但我覺得也有一個可能是 因為有人家安排了女巫獨六 然後我們又有守衛 所以可能 所以他們往外之危吧 這是我想的 結果也不一定 十一倒牌就是他們要土名 九跟十一斗名 也不一定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 剛剛有個這個質疑的話 我是這樣想的 也有可能是 守衛手要平安夜裡 然後十一是女巫 潑了六是二零其實 所以其實有兩三種死法 只是 感覺 對 然後十二我覺得很像好人 一也很像好人 這坑真的超級難打 因為九出局那個 那個一言我是 有點猶豫 但是我覺得向狼居多 而且我覺得那個頭六的 一三八十一可能都是好人 因為我剛剛的視角也是覺得 應該要出這個六 不能外遊這個九 可是再轉個念去想七的這個視角 挺像一個真遠家 因為他如果是狼 他真的直接推六就可以了 就是還有想要去找二零的那種感覺 然後八也不錯 就八如果是狼 他不是起身 就一定跟你點狼坑了嗎 而且八如果是狼人的話 他起身一定點狼坑 因為他要把好人給推出去 所以八很像好人 當然也有可能是八就是在 或者隨便亂聊過 有可能嘛 可是我覺得八是好人的面居多 然後十是好人嘛 一十二我也覺得很像好 那我覺得七可以四五 裡面去驗 對 這樣藍刻有點難打 因為四五的話 我覺得五比較像狼 對 四因為四在那個位置去點十 我覺得超級恐怖的 就是四平常不會去這樣子打十 然後三 三的話是因為票情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三還不錯 不然三的發言確實是像四點 就是三的發言是很緊張很抖的 就語速偏很快 所以三也要總共停一輪 但是票情上我認為他是好人 對 然後五也要再停一輪 那這二人我覺得下六 不要再外樓了 過 好 我現在有點猶豫是 可能會改四五六十 這個四個狼 因為九出局的遺言 好 我不讀六是因為九的遺言 九是飲水牌 九是單票站在六邊的 我剛剛不想拍是因為想說 應該還可以聊一下 應該不會輸到九吧 然後結果九被歸出 我就有點難過 我認為他是飲水 他的遺言他說 他是個好人牌 唯一一個站在六邊的 就在我底部視野中 就很像一個好人牌 不像自刀牌 那如果九要八當好人牌的話 那我就不敢讀下六 因為六只有他一個站邊嘛 那當然這個人聽起來 後來再聽到七在聊 就是他這個發言順序這樣發 很猶豫 可是我還先把七當怨家 是因為七要是狼 真的是可以直接先推六 然後因為九是飲水牌 七還把龜龜要飲水 這我有點 就是太大膽了 所以我覺得七可以是玉 但是這樣的話 我狼坑打不了 因為八是好人 十二剛剛超像好人 十二就說 然後他是狼可以打 他可以打五跟三啊 五位置這麼好被推的 所以十二還沒有推 我十二可以先標個好 然後二是精髓牌 那一 一到目前發言 我都沒有覺得像狼的地方 所以我 我不想把他丟進狼坑 那我就只能把視野放成十了 不然我沒有位子 然後四跟五都要進去 就是四五十可以是認識牌 互相在那邊互打 四打十 反正他不怕嘛 狼打狼可能誰是二零騎 其實可以互打 然後五跟四眼互打 就是一直這樣 就打 因為我能標得好就是二七八 然後十一島夜裡 九是我飲水牌 所以我真的沒坑了 我只能打四五六十 如果真的站左邊 四五七十 這也很奇怪 對 所以真的很難 然後我剛剛不讀 就真的是因為九號單票站的六邊 然後九是飲水 九一眼 叫我不要讀 我覺得可以先不要讀 再看一下 但就 好啦 他們可能刀十一真的覺得 十一可能是飲水 對 那個女巫牌吧 因為十一幣是頭六不是頭九 四五跳不起女巫 我只能是女巫牌 你不要再覺得我是汗跳女巫了 四五是頭誰的 頭九的 因為女巫牌不可能 頭跳到飲水牌身上吧 對 所以我可以做成女巫牌 那妳可以不用驗我 我不知道六跟七誰要真的育 但是七像育一點 那畢竟 就是他做得太多 不像狼的事情了 所以我還會是站七一邊 那站七打 就是打四五六十 好 我先回應一下一號牌 一號牌就是因為 我想打你 可是我每一次看你 我都是錯的啊 那已經有一個精髓在那邊保你 然後三號也保你 我就覺得那我不用再在那邊 女人懷疑了 就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可是妳剛剛這個 回頭硬尻我 我覺得妳 好奇怪 又要打回去 我真的覺得妳好奇怪 妳好像回頭硬尻我 尻到沒位子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有點找不到浪坑 我是覺得 因為五號妳 以一般的鐵板面來說 妳應該會 像妳看他們都覺得說 我打十號 就是我瘋了是不是 可是妳 妳突然拿這個來打我 我覺得很奇怪 就我覺得 那可能就是 不是打一 妳們又會覺得我瘋了嗎 因為三號已經拍女巫了 所以我沒辦法怎麼樣 因為十二號剛剛那個 罵八號的狀態 我真的是覺得他不太可能是狼 所以如果十二跟一 我還會覺得 就是我自己的視角 可是我也有可能是錯的 如果妳們要 因為我打一這件事情 覺得我很狼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 我就是覺得一很奇怪 對 然後我覺得五在我視角 應該是鐵狼 所以就是 五六 九 一十二開 一先 這樣 我先說我不是女巫牌 那前之位 八十十二 一二 如果有女巫也不要賭三 三 我不知道我沒有打你 我不是女巫牌 我打不了你 但是如果他是一張兩人牌 在那個位置跳女巫 高機率是二零 所以外之位的女巫也不要衝動 那我沒有說三是狼 三是就是 先勸勸女巫不要 真女巫不要衝動 再來就是 你們也不太講道理了吧 我認為十發也很好 四其身打十 然後我打了四 然後你們說 四是一張好人亂打 然後說我打了四 所以我是一張兩人牌 這也太不講道理了吧 而且我打四是有邏輯的喔 請下九 十一 十二 三張牌 幫他的狼隊友六衝鋒 所以我覺得十一 十二可能是對立面 對立面的情況下 我叫曾願家請他去驗十一的話 那十一 十二對立面出來之後 就可以知道整個格局就開了 所以四的那個位置打十 那他保了十二 那十一現在倒在夜裡 那十二剛打了十一 站了六邊 那為什麼你們不打十二呢 然後四去保十二 做好事 然後你們就覺得我是一張兩人牌 我覺得這非常之奇怪吧 我認為一發也好 二是精髓牌 十二那個位置 想把三 五 十二拉對立面 但我並不覺得十號牌 是一張狼人牌 所以我覺得十好 所以我的狼坑跟第一輪一樣 我說了十一如果是精髓 十二就是狼 那四去打十保十二 那就代表十二可能是他的狼隊友 四次那張狼人牌 所以我的狼坑就是 四 六 九 十二 這四張牌 九的一人說什麼 五 七 十一 三張牌 是鐵丁丁的狼人牌 一百趴 現在外出一張牌他找不到 但是十一倒在夜裡了 你們覺得九還是一張好人牌嗎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狼人牌 五 三 我先講一下 YS你大概率好人 我跟你講我為什麼不厭你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剛剛要出九 你不要對我那個很不確 我現在其實 我現在是壓抑我的那個氣 因為我認為八跟十可能是好人 我跟你講你們對氣的容忍度極高 但是對我一直在做一些很奇怪 還說我什麼黑白菜不像預言家 說我在等那個發言不像預言家 你們完全沒有聊到我整體發言的內容 那七二錦灰柳是不是有問題 你們卻完全對他包容 完全就是不看他 錦灰柳有問題的地方 他剛剛說我要抓勾 然後驗十一 驗三 十一是勾嗎 十一不是回頭了嗎 十一開始來投我變 那他為什麼要驗十一呢 對吧 然後他如果真的是一張願家牌 他會出九嗎 你們自己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拿一張願家牌 你出得到九嗎 不可能吧 一定出我啊 怎麼可能出得到九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你是不是惡靈 我就故意不驗你 我去驗了一張五 那五是茶莎 那當然你們 你女巫牌可能會想說什麼 他可能是 我故意讓你要讀惡靈什麼 但我現在講說我要出五 我認為出不掉 我就照我好好好打 我要出七 你要不要讀五 都可以 反正我就跟你講五是一張茶莎牌 七 七是汗跳 那我自己打狼坑叫做 一二五七 因為我認為 我認為十二至少第一輪是上我的 那當然十二一二可能會採個容錯 然後我認為五張重打四 四五應該是共變 那三是女巫牌 我覺得八剛聊那個東西 我認為有點爆睡 然後 我覺得你一開在那個位置就點五 我認為你大概率是上好人牌 我是這樣認為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狼 你要打這樣子的話 那我沒辦法 但我認為你剛剛還在那邊思考說 九有有沒有可能上一張平民牌 我覺得你有可能上一張好人牌 那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慾面是就是被你 如果你八十好人牌 就是被你八十兩個人做到超低 而且你八十兩個打我的點 都不在點上 一個說我在那邊看號碼牌 但我是在等老師的燈 一個說我在那邊說什麼 我的心路歷程有斷層 然後在那邊開玩笑說 我沒有黑白菜 這個 我是很認真在發言的 好不好 我是很認真在發言的 還有我要回應一下八 你說我說七沒有聊到 六八的這個東西 我有說他聊到 可是他沒有聊出一個 真的很像心路歷程的東西 他只有聊說 我覺得六八這樣子太佐劣了 太佐劣了 他沒有再繼續深入的聊說 我覺得 我還是要對你有點防守動作 或什麼 他只講說我覺得太佐劣了 而且我剛剛看一下八 我覺得他好像 看我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然後他重複了這個太佐劣 重複了三次 我也是有提到這個東西的 但我覺得他這個東西 也是有斷層的 好不好 那我是自己覺得 事物不太能共編 我自己這樣覺得 那三是女巫嘛 那九是飲水 你們好人牌 因為我現在很需要你們的票 因為四隻狼現在一定全衝 他們一定全衝 我覺得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女巫沒有賭我 我覺得還有一點機會 然後我又驗到一張狼 然後他是小狼牌 大概這樣子 那守衛你就要守他 就是就守 你不用守我沒關係 好不好 不用守我 因為我就是一個 沒人要信的預言家 那你們再看喔 昨天的上票 十一吃刀的 九是飲水牌 那十二如果你是張好人牌的話 你是不是看到 三張好人牌全部上我 我的票是乾淨的 那我沒有一個 我狼隊友 你們都說 我覺得 覺得六的緊張發言還OK 然後我緊張 沒有一張 任何一張狼同伴支持我嗎 一張都沒有耶 一張都沒有 九是飲水牌喔 十一號是吃刀的喔 那我的票是不是多乾淨 對吧 那我自己有可能 因為覺得二這輪發言 並不是那麼好 我自己覺得啦 二的發言這一輪 然後因為我有視角嘛 我就是知道我是狼 所以我在看那個發言 然後一一有打四嘛 反正就是 我這樣覺得 那我自己先打一二五七 好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六號他真的很滿意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預言家 我講一下為什麼 我會是預言家 如果我是狼的話 我為什麼要在錦上 他已經發我查殺 我再發一個已經上警的二號 已經發言過的一個精髓 這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效益 然後再來 為什麼我不把六跟八打成一陪 我直接隨便去推六跟八 然後錦下有再抓兩隻就好了 然後再來如果我是汗跳的話 為什麼我剛剛歸票不把六 如果好 如果你們覺得我是汗跳 那六號對我來說 是不是真的有預言家的功能 他是不是真的能驗人 那為什麼我應該要很怕他 會去驗到其他的狼 或是怎麼樣 我才應該要把他給投出去 但是我會外資會去投一個九 是因為他剛剛發言 他第二個發言 其實以往他小賴 他站邊的方法 他通常對我 他都會稍微有待保留 但是他剛剛的打法 實在太像二零 加上我的精髓二號 剛剛也說他覺得二號很 他覺得九號很像 要吸毒或是想要吃毒吃驗的 一張牌 所以他也覺得九號也像二零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好 那我們就 因為其實剛剛也很多人 在盤九色二零 而且他打的狼坑真的太多太奇怪 然後他打我的點是說 就是只是錦灰流 但我有解釋說 為什麼我錦灰流 會壓這個十跟十一 所以我覺得九號在我的視角 就非常的像那隻狼牌 那為什麼六號在這一輪 可以告訴我說 九號是飲水 就一定是好人牌 那九號他可以不是 他可以是幫你吸毒二零 其實我剛剛在想一件 很恐怖的事情 會不會有可能 三號我不是要質疑你 但是我必須要 就是會不會十一號是女巫 然後其實六號才是二零 然後他讀了六十一被反傷 我現在沒有要出你喔 我只是把這個思考量放進去 因為你說九號是 但是我現在是參考 把你當成是女巫的情況下 你說九是飲水 所以九號就不會是二零 但我覺得他真的是狼 因為他如果不是狼的話 狼坑就打不起了 加上九號他出去的遺言 我不覺得他有很像好啊 他就九號 他九號出去 他整個是已經發瘋 所以我覺得九號他還是很像狼 他頂多不是二零 那他還是狼 所以三號如果你真的是女巫 你待會兒就開藥給我看 不然我會覺得十一號 有沒有可能是女巫 然後去讀到六 六才是二零 然後十一被反傷 然後六號他剛剛打我說 為什麼我要抓勾 但是我驗十一 我有講說我驗十一是因為 他如果是好人 那十二可能就要入坑 那他如果是狼的話 十二我就會保下 所以我才會驗這個十一 那我說我要抓勾 是說我要驗三 三才是我要抓勾 而去驗的這張牌 所以六號他又在把我發言 然後他這一輪他發五號查殺 我想要驗五 所以女巫你就開藥給我看 然後我覺得四號我完全可以保下去 因為他剛剛打了這個十 我覺得他這個行為真的太好了 然後八號我已經動不了了 所以我剩下的坑 我只能 三號我先不把你排進去 你就開賭給我看 如果你沒開 那我們下輪就是投他 如果我是狼的話 我這輪還在排你是不是真女巫 我還是要把那個思考量放進去 就是十一號導牌 那十一號 十二號你剛剛對我的質疑是因為 十一號他這個他已經死了 那這個死法就只能是被狼刀 因為這沒有什麼獵魔人或是什麼的 除非他是女巫被反傷嘛 那如果他是女巫被反傷 那他也是好人 所以我這個順序只是因為 我想要讓我的精髓 可以多聽一點發言 然後加上我想要聽六號 他再賣出來更多的誓言 所以我才會往這邊 然後剛剛八號也一直說 我先發言… 我就說好…你要講就給你講 然後因為六號要一直發五查殺嘛 所以然後加上 如果五六你這樣子互作身分 那我就真的是服了 所以我… 然後下一張 我覺得四號真的是好 因為四五我覺得會開一隻嘛 那可能容錯是十二嗎 十號我也覺得很好啊 但六一直跟十對話 十我可以先把它放後面 然後容錯十二 所以我的狼坑有可能是 五六九 然後一十二開容錯 然後四我已經完全保下 八跟十我已經不想懂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聽得懂 我在講什麼 我想要驗五 然後下一個驗十二或一 然後守衛請守我 我不知道你剛剛守誰 那他…你看六號他有像一個原家嗎 他連他的警匯流 守衛的守流 他也都沒有講 所以我才是真的原家 然後這一局會出六 我覺得九號是定啦 過 請大家緊急手票 32 1 請搜票 6號 淘汰了 是淘汰區 請發課名言 很難打啊 普星MVT 我先講一下喔 那個 普星發言是真的好 但你們仔細聽喔 他很多話其實就是 然後在填充發言 他盤了一整圈邏輯 叫做六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惡靈 惡靈可能起跳嗎 光是想這個 這一點就好了 惡靈可能在這個板子 起跳嗎 我今天玩這個板子 我在新郎 我拿到一張惡靈騎士牌 我跟我的隊友講說 我要起跳… 有可能嗎 他不是繞了一圈 講了一個尾邏輯嗎 這個就是不可能的東西 然後他是不是又出了一張酒 他也不去提說酒有沒有 有啊 他有講說 他認為酒有可能是狼人 他還要講說酒有可能是幫我 那個擋到惡靈 那酒就吃到飲水 惡靈不能製造酒 就不可能是惡靈嘛 所以他剛剛後來講說 酒有可能是小狼牌 為什麼 那我沒有辦法了 好不好 我只能這樣了 女巫牌 請你去賭七 不行的話 請你賭五 你自己選啊 好不好 我沒有去要講說什麼 我可能… 你們跟你講說 五是我的隊友 五叫惡靈牌 反正他的 女巫是先… 女巫是先賭嘛 惡靈只能擋一次嘛 反正如果我是狼 五叫做惡靈牌 那你們七叫真玉人家 那三是真女巫 沒錯 那你們去弄五 那也只會有一個人死 但我跟你講 死的位是你 好不好 因為你會被砍 就是這樣 你也不會被反傷 就這樣子 就這樣囉 兩張小狼牌 我自己認為惡靈有可能是惡 我在想 我不知道 小江哥可能好人 我可能打錯你 因為我跟你講 我只能這樣盤啊 或許狼可能是十二啊 但是因為我自己這樣盤的話 我認為巴在那個 巴一直 這次的巴一直在滑水嘛 剛剛又聊了一個黑死病 我不想把它打成狼 好不好 如果關於你是一張狼人牌 我 在那邊狼人聊黑死病 好不好 狼人聊黑死病 那狼人的小狼 是真的有一張在 有思考的牌 幹嘛在算神是不是 實在是要我在思考牌 就這樣子好不好 我盡力了啦 我盡力 但普京真的聊太好 我的票是不是乾淨的 那他是不是把一張 飲水牌出出去了 他還要講說 酒可能是一張小狼牌什麼什麼 小賴玩新郎自刀 然後他還要打衝 還要自刀 然後打衝 衝鋒牌衝到我這邊 那不是莫名其妙嗎 就是在深入的邏輯 他都沒有想到 他只想了一個最表面的 惡靈不會起跳吧 就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希望女巫可以聽進去 因為靠你最倫次 現在走得四郎在場喔 現在是四郎在場喔 就跟你講一下 老太子 請進去從來去 吉他 請較接警告 加油 請要進去 請長的是確定的記住 tests 確定的記住 確定記住的記憂 有事嗎 就是六剛剛不是聊爆嗎 七好像還是原家吧 怎麼女巫回頭 七八倒牌就是一讀一刀 八很好啊 八全長寶 所以女巫你回頭 剛剛六聊爆 她說 我不會叫女巫去讀五 因為有可能是惡靈騎士 然後她說 妳不是念了五了嗎 那為什麼不能 就是我覺得六還是很不像玉啊 為什麼 等一下…好煩 好 我現在說一下四 我還是想要把她打進我的狼坑 因為就是我剛剛踩她 然後她不是說我本來很好嗎 然後現在她突然踩我 然後全…就是 她不是去打了一張屎嗎 所以我覺得四 有可能作為那張惡靈騎士 然後想說 那我打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 那會不會大家就會覺得我很奇怪 然後去吸毒什麼的 就她打四 她打十保十惡 但明明大的 就是我的視角裡面 十惡比十更像狼 所以我剛剛才會對四的敵意很重 所以我覺得她會不會打這個操作 就是想說她是惡靈騎士 然後她這樣子亂打狼坑 會不會被女巫毒啊 或是被吃茶宴什麼的 殊不知被全場保 就殊不知她講出來的時候 被全場保 所以我剛剛才會覺得四很怪 因為就只有惡靈會 跟別人打一個超反的坑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十二跟四 現在目前是我狼坑 二金水三女巫十我覺得好 這兩隻 四十二 六 九吧 她真的沒有 還是 還是 五 好方 真的要瘋了 好 反正現在是四 六 十二 然後五跟九 我不知道到底誰還是狼 其實我覺得 就是她講七的點我所有都懂 然後她就說你看九號十一號 我認下都是好人的話 我的票是乾淨的喔 超爆打動我 但她就是最後聊到 剛剛一號講的那個就是 她查五號查殺 可是她跟女巫說 我也不要想要跟妳說妳要讀五 因為妳可能會覺得 我跟她是狼隊友什麼…之類的 如果六號今天是真語言家 妳要女巫聽妳的話的話 妳就是要叫她讀五跟七 隨便妳讀五跟七都是我驗出來的小狼 可是她卻猶豫說 我不要告訴妳妳要讀哪一個 妳隨便 因為我怕妳會覺得我在怎樣 不用怕了妳已經要奮力一搏 妳要告訴女巫 妳可以安心的讀下五跟七 所以我就會因為六的這一個東西 我會覺得好 那七好像才是真語言家 但是我真的沒有覺得六發言不好 只有唯一這個點讓我過不去 然後七剛的確講的很多bug 六全部都有點出來 七盤了最大的一個奇怪bug 她說她懷疑妳三是女 不是女巫的身分 她覺得會不會十一是女巫 十一讀六 那七講這個她沒有告訴我 她盤那個東西好奇怪 難道刀口跟她被反傷是同一個嗎 狼野刀十一 然後十一也被反傷這樣子 這樣才合理 可是七剛剛完全沒有講出刀口 反正六跟七剛剛我都有聽到bug 可是七還是可以完全把 剛剛她被六遭受到的質疑 跟全場的 對她有一點點的質疑 全部解釋清楚 然後我還是想要信我剛剛覺得 七做了很多舉動 都很像真語言家 她不把六轟出去 她跪了一個九 真的很像真語言家 她幹嘛留一個真語言家在場上 要先跪一個九 這件事真的很像真語言家 所以我今天 狼坑 我站七邊的話 我還是站七邊 好 我攀雙邊好了 我現在還是有一點 20%懷疑七 但80%相信七 我站七邊的話 我狼坑 會是五跟六 然後還有兩隻 我就相信九是飲水了 還有兩隻 只是現場除了 我站七邊除了二 三之外 還有我 這是我 我站七邊的狼坑 但如果我站六邊的話 站六邊五也是狼 五 站六邊的話 五是狼 然後 七是狼 然後八是獵人 九是飲水不講 十一倒在夜裡不講 所以等於 如果我站六邊的話 我會懷疑這張二號牌 因為 為什麼狼不刀你這張精髓 打不出去的牌 這是我 這是我有點疑惑的 所以如果我站六邊的話 我會懷五七跟二 然後一四十再開一隻 這是我目前判的雙邊 但因為我覺得剛剛YC 好像有一波也有被六打動一點 我剛剛一樣 我剛剛六在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講得好好 就是他所有的點是 完完全全講在點上 如果他今天身為一個狼 他可以在那個逆境講出那些 真的有迷 有快真的快被我講動了 你知道嗎 快講動我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 在我重重的考核之下 就那種以前依舊看 不是會有誰勝誰負那種 就是七號還是 這樣子就是一兩勝 所以 站七邊 好 那個應該大部分的人 聽到六的發言加一言 都會有點心動吧 因為六是真的很用力 對不對 然後五一定要是狼 因為五如果還是好人 五是被獵人強調的 如果五還是好人 狼人已經贏了 場上會架構 Maybe三個狼 所以五一定是狼 五是雙邊狼 然後 我其實是有點猶豫上邊的 因為這把真的很難戰 但是一戰得很肯定 一是非常肯定戰七的 我其實沒有覺得一特別好 然後 其實四也是這樣 我估計場上剩兩狼 因為五一定是狼 然後八是獵人 九十一是 九 九我不確定 但十一一定是好人 六七會出一個獵人家 跟一個狼人 所以場上是 比較不好是兩狼走 比較好是九也是狼 但是 九 因為如果 如果七是狼 六是獄的話 那九又要是好人 因為是七推了九 所以如果七是狼 六是獄的話 那只能是五七雙狼走 場上還有兩狼 然後 其實不太可能打到我 因為你們不管在六邊 站七邊 兩個人都是瘋狂 要抓著我片的 就是兩個人都要我 站他的邊 因為我很明顯是一個好人 冠宇是名好人 他是獵人 他最後帶五 我們也沒辦法肯定 他到底站六邊還站七邊 因為五是公共狼肯 但至少出票的時候 還是站七邊 我覺得七有一個 很不好的是 他剛剛緊快都壓五 我覺得超級不好 但是我很猶豫 就是我也很想投七 因為幾乎不太可能 壓到五 幾乎不太可能 就是五就是下一天排身分 身分也不會多好的那種排 所以七壓五是蠻不好的 那我會鎖在一四這邊 所以我這一輪就沒辦法保持 因為沒有位子 因為我覺得七就算是狼 也不會再發一個二狼隊友精水 因為七是狼的話 是原地起跳 他還要發一個隊友精水 超級危險 只要二一療爆七就是鐵狼 所以我覺得二是好人 三是女巫我是好人 所以一四十二是 我覺得是開兩個狼 我會從一四裡面出 因為十二在上一天的發言 除非就是很作作嘛 不然其實不是很像狼 然後 還有一個點 十一是明好人 如果九十好人 九十一十二是上票給六的 所以如果六十一員家 他們是乾淨的票 這個六有提到 我知道他有提到 所以可以十一四是狼人 在井下幫七號衝鋒 那八跟十都站錯了邊 其實有可能 因為我不知道一跟十二誰 才是狼耶 因為 一號你剛剛有一點想要就是 捏造一個故事 惡靈的故事在我身上的感覺 因為你一起身就一直說 我那些發言我故意去打十 我就是覺得 我有講說我為什麼打十啊 我打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覺得 他平常不可能那麼快保 這個十一號 所以在第一輪的時候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去打十 可能你們覺得我很便宜 但是我的玩法就是這樣 我就是會把我看到的東西講出來 然後懷疑的原因講出來 可是你硬要把這件事情 放在我身上 然後變得好像說 我故意去打一個很偏的 然後讓別人覺得我很好 真的故事很...很六耶 一號 所以我真的有點不知道 因為你們三號 二號 我現在是不可能回頭了 因為我確實剛剛也有一點心動 要回頭六號 可是如果要回頭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打坑 因為如果以第一天的筆記 所以如果以第一天的筆記來看的話 十二號也是強打這個 現在確定是好人 結果人 最後結果人 就是確定是好人的十一號 十二號也是自己打十一的 所以可能十二真的會比 一號再稍微差一點點 我硬要評估的話只能這樣子 我對一的把我那個 偏好這一塊有拉回一點點 就是變得差一點點 可是還不到一 因為一的第一天票行 是跟著我 三號 八號 十一號 要投給六的 不管六是不是玉還是狼 但是三八十一都是好人的 那只有一一張投給六喔 然後四十十二都是投到九身上的 就是你看嘛 我跟八號都是好人的心態 就一定想說一定是從六七裡面歸 怎麼可能投到九身上 對啊 所以 然後我會讀掉七是因為 其實六他沒有療抱 六他的意思是說 在我的事業中 他認為我女巫牌 如果不相信她的話 把她盤成是狼的話 那六對五這樣的操作 可以是狼發惡靈叉殺 叫我去讀惡靈 我被反傷 所以六是怕我不信任他 我還要佔七 信息是孕家的話 那五可以是惡靈 所以他只是 所以六沒有療抱 六他確實 他說的他是念了五是小狼 他只是怕我要佔七的話 那五就是惡靈 有可能 對 所以他是勸我要不要讀 就是自己判斷 不要因為他說的 就一定要讀 那如果佔六五七兩張的話 真的場上是 那最絕對的 我剛剛比較傾向是從四先 順出為是四 然後十十二一就是在看 一的好面是他投的 他票型沒有跟得出九 然後十的好人面是六七都保 那十二是因為很難 因為十一畢竟是夜裡倒的 那十二打了十一 所以十二這裡有點肥面 很難真的很難 那我不會懷疑到二是因為 好啦七 我讀掉七之後 七把警匯給了二這件事情 讓我有點 有點就不確定 就以前說我可能 如果我讀錯那二是鐵金水嘛 真的太難了 一 十有說到一確實在 這輪警下第一個發言就說 鐵真真站在七邊 然後四也是覺得不會回頭站六 不回頭站六的話 那你只能說五六 你要把五跟九都打 打進狼克那五六九 然後如果九盤錯 九是銀水排九盤錯的話 那你五六場上還有兩狼 可是你四要說一跟十二不知道誰是狼 那你只能排一跟十二都是狼 我覺得四可能要先出 我這輪傾向 我個人傾向我會下一 對是因為一一鐵鐵的 站在這個七邊 並且說六聊包那個點 因為三的心物欲從是吃得下 就是六聊那個其實是在 站在三的立場去思考 所以一一可以鐵鐵站七邊就 有點恐怖 我傾向下一 因為我是完全不看一 就是在聽一發言而已 因為加上為什麼 其實我有點 井上有點難站邊的時候 是因為七發我二精髓 他說是因為一坐在我旁邊 怕我被一騙 那他應該是要驗一 驗出來是個精髓 再跟我說 我二我迷你牌向好了 那你不用怕被騙了 因為一是個精髓 所以他這個心力層 其實我那時候是有點猶豫的 所以我現在 有點想回頭 是因為六真的聊得特別用力 那如果七是狼的話 五是狼 然後九是我一定是好人嘛 然後十一是 十一是吃坎 所以 最慘的是還有三狼 對 那好一點想的話 兩狼嘛 所以我這輪會下一 那你們也可以 你們可以一四分 我覺得你們可以一四分 那下一輪我會主動聽四十二 因為實在我視野中是 完全把我那個 心力層全部聊出來 就是 好人通常聽到六那個發言 是真的很難 很難站邊的 就是六七真的都聊得特別好 那我會一四分票 那你們 自由心聲 我請向出一 因為我覺得一很像狼 他可以這樣貼貼站在七一邊 對 我會除一 那看你們怎麼偷 過了 請大家進行投票 3 2 1 請投票 1號 淘汰馬上去淘汰軍 請發票 1 所謂空氣 1 2 好像沒救 我覺得 因為 我什麼 我真好 因為你們每次打我都說 1號站邊很穩 所以1號你們就是狼 我就真的站得很穩 就聽到六聊爆 所以我站七啊 我聽完他聊爆 我就沒有再聽了 所以我就站七邊 對 狼可能覺得四定狼 然後十二 我不知道現在場上到底有幾個 可是如果我要站七邊的話 十二得進去 因為十跟十二比的話 確實十比較好 因為從一開始的發言 我盤的不是十一跟十二除以狼嗎 那十二剛剛在第二輪的時候 雖然攻擊性比較低十 確實是把我踩爆的那個人 但是以整體發言 就是整體這樣子盤下來之後 確實十二比十還要飛 那我現在不知道 我到底有沒有打錯 但很抱歉一直沒有守到對的人 因為我以為他們有刀金水 還是刀院家什麼都錯 那我覺得四是定狼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就是 就是遠庭會 他當然他會打一個歪坑嗎 所以他一定是 就是可能想要吸毒的惡靈 就是我的視角 可是卻被你們打成好像 我在開視角 亂編故事打人 所以我覺得四定狼 好像會輸 因為他們到三了 就這樣打過了 今天跟你們七十三 八十 八十四十七十九 這兩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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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四五七喔 一四什麼 對 一四五七 還臭嗎 我原本狼坑是想要採 一五七跟十二 你看 我根本就點對了 只有我醒到一個不行 有你醒來 酒是飲水牌 你是飲水 我是飲水 你會不早跳出來 真的 各位觀眾朋友 我多慘了我 慘 有你醒來 有你醒來 好的 這一場非常的精彩 我們先往回推回來好了 先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你這個會槍舞 往回聊 先聊後面的 我先道歉 等一下 你先說 你為什麼警商大站7號邊 就是我警商講的 因為慶樂他這樣子 我以為他在看7號是 就是看號碼 我想說 這個行為就是 我也不用聽你的發言了 因為不會有預言家晚上 就是驗過誰 然後還要再去看號碼 所以我光這個 我就也沒有太認真在講 所以後面他發言都沒有認真在聽 然後他起狀態的時候我想說 慶樂我們兩個是 他是不起狀態的人 你在那邊起狀態超級 他已經沒在起來 他已經很冷靜 沒有啦 就是比平常 我說第二天 第二天跟後面 對 那是我不對 抱歉 沒有…完全沒有 我要跟那個 那YC呢 你講一下 我錯了 我抱歉一下 沒有 我要跟YC講 因為我想說 我以為我想說 聊用力一點可以讓你們回來 但沒有那個意思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聊得好 他聊得好 他聊得好 真的 他道歉 沒有辦法拉到任何人 我們就是一個人的 對 你剛剛有聊嗎 我道歉 沒有講義 我沒有補欣真的跳太好 因為你看他們除了… 沒有站到邊 但其實狼坑都是點齊的 對啦 因為你剛剛問我 為什麼槍舞 因為就是坑位就長這樣 我們今天這兩個 今天不管怎麼樣 因為三女巫是非常像女巫的 然後二是也很像好人的 那十也是 然後十二是在第二天 就是對我在那邊 啪啪啪啪啪 那個時候是非常像好人 所以我們今天不管站哪一個 誰是預言家 就那三個 就是那三個 OK 頂多把妳塞進來 因為我們如果站住的話 塞妳進來 然後也是橫出順出也是那幾個 我在家我很悲傷 我是銀水啦 我又被地鐵被塞 對不起啦 沒有…這個太厲害的地方 先處理 先處理的外面 怎麼會是銀水 怎麼會是銀水 好厲害 所以 沒事… 只能磨生氣一步的問題 好人的 那剛剛在夜裡 反面是要刀八的原因是什麼 我先刀十一再刀 沒有 刀八 如果他開不了槍 其實我們四郎在場 因為他的 他的藍坑是四五七十 四五六 四五六十嘛 那 普行要厭我了 所以他不會毒我 那他毒四會被反傷 他毒十也是幫我們 多一個輪子 刀八刀穿了 我們就綁跳 因為一也是我隊友 OK 都是我隊友 所以想要刀八這樣 那你刀十一的點 是有免到他是神嗎 沒有 憑良心說沒有 就厭屍流 對 就是厭屍流之後 你就會鐵巾 鐵巾我們就可以推十二了 因為十一 十二是對立面 因為十一要回頭 十二再打十一 OK 所以我的有目的的在刀 那剛好運氣好刀到首位 OK 而且我還想說我是扛推位 而且就是我應該 我被發查詐 我還可以拍身分 所以我覺得我不用守自己 我還是守了二 我覺得二是獨立的好像好 剛好運氣好 那首位獵人都刀刀 然後補最後一刀女巫就結束了 對 對 然後最後呢 就是十跟十二在投票的時候 也有猶豫嗎 哪一讓 就是投六跟七的內容 有啦 非常猶豫 很猶豫 很猶豫 對啊 超猶豫的 是很猶豫的 對 但這是差一絲一絲就是還是戰棋 就真的就有一絲一絲 因為我是為了要保護五 我怕女巫毒她 所以我才說她驗嘆 對 有點明顯 所以她要保護我的 很棒 OK 神奇很棒 沒有… 神奇很棒 對不起…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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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啊 就妳是飲水乾淨的 妳打葉也乾淨的 對 那我的票都是乾淨的 沒有狼隊有賞我們嗎 這個聊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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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被他聊到 才是好多的機會 真的耶 對 然後馬上打架 難怪 馬上打架 好了 你知道嗎 這也是我起來說 是不是沒有狼 是因為你們是一開始 上票給慶悅的人 對吧 對 我就覺得你們發現又不像狼 所以我才會第二天 怎樣沒有狼是不是 還是我站在座邊 我才會就是 我就是站在座 沒有 我自己狼看都快打不起了 就我們不同邊 我就覺得你們不是狼 我的天啊 好的 這局狼得完 非常的精彩 就是狼隊獲勝 好的 那現在呢 一樣是把你的榮耀之心 寫在你的卡片上唷 好的 今天我們的榮耀之心呢 只有一位我們高票當選的 甄裕之心 對 你才是甄裕 獲獎 獲獎 對 你們講一下… 這應該是滿分吧 滿分 滿分 11票 對 獲獎獎 我就是謝謝就是你們 不是 怎麼有怪語感出錯 我是真的 就是也覺得慶悅聊得很好 但是因為我其實剛剛就是 就是把自己當成盲視角再打 所以我甚至也忘記 飲水是小賴 然後也忘記羽婷是惡靈 就是真的要很投入 在這個角色裡面 然後也很謝謝我的 真的演戲 什麼演戲 很投入 我演藝人家很賴 然後也很謝謝我的狼隊友 其實也都很給力 就是晚上也都會指刀什麼的 所以就是謝謝大家 對 恭喜 謝謝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狼人正宜獲勝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3分 加上紀普欣再額外加2分 謝謝 OK 想要那麼散後 討論請記得訂閱 娛樂版本版的官方YouTube 敖浪夏下次見 按讚訂閱鈴鐺開了沒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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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